盘点骑士演员在剧外的共演 第一部Oliver's Go 重制版昭和第一位骑士 与平成第一位骑士的梦幻联动 这第一部就让我差点没绷住啊 从简介上看 这是一部以警犬视角描写的刑侦剧 但是这个警犬的扮演者 就是五代的演员让输 而即将在明年上映的新假面骑士中 饰演本乡猛一角的池松壮亮 则在这部剧里饰演让输的训犬师 相当于是狗主人和狗的关系了 这部奇葩的设定配上慧容式的演技 同样是槽点满满 就比如让输饰演的警犬Oliver 就有色狗的设定 每次找女孩子撒花都会被男主阻止 而且这部剧的导演加编剧 还就是让输本人 昔日丧帅戏男神终于是放肥自我了 我还去看了一眼豆瓣 评分7.7 据我自己的观后感看 总的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有兴趣的观众 闲来无事可以去刷一刷 第二部零媒侦探 成肘翡翠 小杜与红爹跨越14年的父子相会 这部剧讲的是拥有特殊能力的成肘翡翠 通过能力找到真凶解决一起起案件的故事 其中小杜的演员赖户康史 饰演协助女主破获案件的推理小说家 而红爹因为目前这部剧还在连载 红爹暂时还没有出现 不过光是俩人的宣传照 就已经给特赦粉大发福利了 在照片里 红爹的姿势很明显是使用战棋拳套变身的姿势 而小杜也是使用keyword摇手的姿势 顺带一提 这部剧里还有超级战队那边轰轰战队的冒险红 以及电王李梁太郎的姐姐 而且这部剧的原作质量也是过硬 同样极度推荐这部剧 盘点骑士演员在剧外的共演 第三部老师你不知道吗 又名 关于我在拯救世界后成为理发师 并和反派干部相爱的故事 讲述龙我的演员 赤楚威二饰演的程护李一 是一位颇受欢迎的造型师 而持继中小护士的演员 却没有恋爱经验的漫画家 讲述两人相识相恋的故事 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情节 就是两人确立关系后 小护士在洗澡的时候 龙我在外面脱衣服 说要一起洗 龙我你在干什么呀龙我 战兔还不快给龙我来一脚 顺带一提 这部剧里还有另外一个喜欢龙我的小姐姐 曾在欧兹中饰演反派三干部之一的水娘 什么女干部打装机 属实是龙我人生巅峰了 第四部 哦 我的老板 恋爱随书复葬 战兔与任解忠诚夫妻 讲述女主在职场奋斗并收获恋爱的故事 而战兔饰演的是女主的青梅竹马 并且被女主暗恋 在第一集中战兔打电话给女主 说要给大伙介绍自己的未婚妻 女主以为是自己就屁丁屁丁的跑了过去 结果一个大反转 原来战兔的未婚妻是任解 对此不破表认你们开心就好 不过这部剧里任解和战兔 都是只有几分钟细分的路人甲蚁 如果是冲着战兔和任解想去看 在这里就不推荐了啊 盘点骑士演员在剧外的共演 第五部 颈部补使部 前三三 超大型骑士玩者现场 这部剧的主角是我们熟悉的 假面骑士时光中小魔王的书工 而编剧福田卓朗本身就是为骑士迷 写过Max 7X零级的脚本 这部剧里的骑士更自然是玩的飞起 在第三部里 怯傻的演员有情客传 像书工介绍自己时就被吐槽 还吹在谐音 之后更是装也不装了 直接掏出了信号服青春版 你还说你不是傻气 这部剧更狠的还是在第二部 首先就是响意演员上来客串 名字被书工吐槽 鞋印象亚吉陀 还被说成是修卡小兵 结果下一秒修卡小兵真的就出现了 这真的不是骑士世界观吗 而办过程中 真思还找了面镜子 企图在其他剧里变成龙骑 属于是条件反射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兜兜那里 更多假面骑士小知识